张一山一件衣服穿七年是因为节俭?可他的身高悬案怎么解释? 最近,录制完某综艺节目的张一山,在化身暖心Boy,大放包车送粉丝回家之余,也被被细心的网友发现,他身上这件看似不起眼的羽绒服,居然已经穿了七年之久 一晃七年过去。张一山早已靠鱼醉翻红,成为大家认可的小戏骨 不论是他对这件衣服爱得深沉,还是单纯的节俭,相信都是他接地气的表现 然而,一件衣服从18岁穿到了25岁,还如此合身,难道他七年前就已经尝到了如今官报的176厘米吗?可事实上 2011年张一山参加武林大会时,只比官报身高171厘米的林佑加高了一丢丢,因此那个时候很多声音都觉得张一山没有170厘米。 2016年爱奇艺尖叫之夜的时候,162厘米的周冬鱼只用一双高跟鞋,就持平了176厘米的张一山,如果数据都没有问题的话,那么周冬鱼的高跟鞋究竟是有多可怕? 最理奇的恐怕还是,与最理的大兄姐无忧曾在一次采访中谈到,张一山比1米7的自己要矮一些 当张一山,当张一山无忧同框,都穿着平地拖鞋的时候,这个结论也是成立的,那么张一山真的连1米7都没有吗? 其实也不见得,在高能少年团中,同为176厘米的张一山王俊凯站在一起时,除巨头发的高度,张一山基本上还是过了170厘米的极格线的。 在这个男明星身高普遍有水分的娱乐圈,不靠颜值靠实力的张一山,依旧是可以让人接受的。 盖范娱乐